催地的外车又被切条了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一星期已经是第二次了 我停这个位置也没有忙到啊 你看 停这个位置 你看这也没有忙到嘛 对不对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切条呢 我都不太明白 这边好像都贴了 你看 这也切条了 这也切了 这车可能是刚停的吧 看这边 哇我真佩服了 他这到底是咋弄的呀 这边贴吧是正常的 这不是有忙到吗 对不对 切条 这个能理解 但是这边切条 我就有点不太能理解了 这边为啥会切条呢 哎 难呐 停车难 大家好 我只能甩起了 垂底 垂底 我又来了 哎呀 我这个停车 这一星期已经被贴了两次条了 这大城市反正就是这个情况 可能就是停车难吧 哎呀 这车位不好找 这个位置 我都 我停了快两个月了 都没贴条 但是上个星期贴了一次 今天是星期三又贴了一次 这个地方不敢停了 我住那个小区停车是收费了 一天是十六块钱 我就觉得太贵了 所以说我没往小区里边停 好不容易找了个免费的停车位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是包月了 收费这么贵 两个月四百块没了 哎 还在找车位啊 这一天又别忙啊 我住的这个小区这是有停车位的 但是它这个小区的停车位比较紧张 包月的话可能是200日了吧 之前好像有包月 现在不包了 现在 现在就是你 你停一天就是十六块钱 可能是24个小时 但是这个小区的停车位太紧张了 就不好找 你看 这都没味 除非是早上七八点钟 这个早高峰 或者晚高峰 呀 这有个味 哎呀呀呀 这有个味 我得去 我得去那个啥 把车给开过来 得把车给开过来 不然的话 再被贴了就麻烦了 找个味不容易啊 你看 这边都没味 要不先不开车了吧 今天毕竟贴了个条600块 对不对 今天不会贴了 我要是把车开过来的话 你在这个小区停够停不够 一天都是十六块 要不就先 先在那停住吧 先省十六块钱 等到明天早上七八点的 点钟的时候呢 我再去开 这样的话会比较划算一点 没办法 在这大城市生活 就得精打细算 一分钱 难倒英雄汉吗 哇 这个这个这个本来 要开车带勒胖 来体检身体了 哎呀 这这这 这车也开不成了 打了个网约车过来 我们勒胖一个多月了 该体检身体了 我那个车主要是也没油了 还得加油了 主要是离这个医院呢 也不是太远 这个打车的话方便一点 停车难呢 真的是停车难 车位不好找 也不是说不好找 有车位基本上都是收费的 免费的车位不好找 慢点胖 没事吧 爸爸抱着你了 我们胖在睡觉 你看胖睡得多香 包的可颜了 包的颜色似的 躺在爸爸的怀里 安全的很 知道吧 好好休息 不要咯咯叫 不要咯咯叫 还放着个屁来 一点都不臭 好休息吧 休息休息 不好意思 我出来了 刚吻的时候不臭 现在散出来可臭 臭死了 我的小孩放着屁真臭 睡吧睡吧 好了好了 白天了 我喜欢睡觉了 晚上不睡 白天睡 昨天晚上还好 昨天晚上 喂了160毫升的奶粉 在12点多 喂完之后 我拍了拍它 直接一下子睡到凌晨4点 然后喂喂奶 到6点多左右 6点左右就醒了 行 没事 没事胖 休息 不要害怕 有爸爸的你怕啥 不要东张西望 外边的世界很美好 爸爸的怀里更安全 好再见 再见 胖你能不能给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打个招呼 打不了 胖打不了 看胖的小娃子 胖子多漂亮 行了就这 多了不说少了不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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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